咱们接着聊 就是您每年都有说忙的 我好多年了 我从79年上方 一直就是每一年 今年少少一点 但是每年都要去的 几乎每年都要去的 就是每年都要去的 是在上海新闻办 上海也要去 北京也要去 北京每年也要去 北京也要去 北京是一个是最高院 还有就是我这个就到中央人大办公厅 因为我这个他们整体是统专部和人大管的了 但是每年都没有人跟你答复 你还是坚持每年去 这是为什么呢 我坚持 这个就是一个人生对真理的追求 说你办办你的事情 为我来说我是要追溯到底的 我不能让我父亲这么大的一个愿 你就这样就尸城大海 我跟他一直坚持了这么几十年 对您的诉求能得到一个满意答复 你有信心吗 当然就是说从目前的 他们的这个政府 这个集结政府来看 他们是很难做到 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 你觉得有希望吗 希望不一定 但是我还会坚持 就算没有希望 你还要坚持要去跑出发 对 我会坚持下去 这是一份对真理的追求 我自己不站出来 你说还有谁会来给你站出来 我一定会站出来 哪怕哪天我嘴不动了 嘴不动我还是坚持去 连续79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对四十多年了 连续这四十二年了 每年都这样子不够麻烦 对 你的心里有绝望过吗 很绝望可以说 但是我不会放弃 这也是我的个性 就算绝望你也不放弃 不放弃对 不会放弃 风险也很大 你看我还给他们关 他们包括就是警察和国保都恐吓过我的 对吧 有一次把我照到里面拍桌子说我是反党 我反而是我是很坦的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反你 我说你们这么几十年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我不反你 我说我还是人吗 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他手把你抓去说你反党 对啊 这个国保 他们把国保都叫过来的 国家安全局的 国安的 国安的 对吧 来来恐吓我 拍桌子恐吓我 就是在这个人民广场的 人民广场这个派出所 这个广场警警署吧 这个这个警察 一个一圈围的 他们直接不能处理 就把国保叫过来 就国安的叫过来 恐吓我 派出所说我是反党 我说奇怪 我说你们做了这么多坏事 我说还不能反你 我说我还是人啊 您没有否认 对啊 我当时我为什么不反你 我说 你都还承认了 承认了 我为什么不反你 对吧 我说你有本事 如果你恐吓我的话 你刚才当时把我一圈 就把我毙掉 我说我都还谢谢你 我说你就来嘛 那你承认了以后 以后我是什么样的 那又怎么样呢 他后来想要没办法 后来家他就 你干脆就叫警察过来 他说你把你的手锤 到这写 就我把你做这个电脑 就落下来啊 写 后来我东西写好 他们叫个警察 把我像现在一样的 把整个过程 他们打好电脑里面 打好电脑里面 东西给我看看 看了以后叫我签字的 他们帮我冲上去 还是没有声音的 在中国反导是 怎么定罪的 他们是没有反 他们说法有法 他们说没法就没法 看你的自己 你的勇气 我们国的这个刑法 或者是这个 这个法律 有没有一条 是反导这条的 没有的 法律上是没有这条 你做反导就是怎么样 是没有的 他们这是恐吓的 没有这个量刑的这个标准 没有量刑标准 他们这是恐吓的 因为这句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恐怖的 什么烦的还好得了 对不对 但是我是很坚定的 我说是的 我说我不犯你 我说我还是人啊 我说我不犯你的话 我说你那四岁都分不清楚了 我说我的什么意思 我到这都倒过来问他们了 我说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我还不能烦你 我说我还算什么人了 我说我这个很安脆的 我这个他们已经斗的习惯了 肯定见过 进入了黑名单吗 应该有黑名单 我这个身份证 要买票到什么地方 他们还是知道 对你生活有影响吗 平时也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比如开什么会 我讲过来 开什么会 把你软禁起来 他会找到你 联系到你 联系到我 他们我是去的一个父亲在浙江 在浙江 就是我们的 我这个湖州一个镇上 镇上的一个司法首长 专门负责我的 监管问题的 比如说我到北京 又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要这个 马上就是北京打电话到浙江省 省打电话 马上到福州市里 我马上派他来到北京来找我 这是他管的 我现在在浙江福州市里面 这北地区 我是排一号 他们管的人 排一号 是他们管的人 监管对象 监管对象 但他们知道 我这人是一个 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而且也是个非常有胆量的人 你恐吓我是没用的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浙江 就是说 他们对我也很难客气的 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事情的暗示是在上海 对吧 那么复口也是在浙江 那么他们这个 按照他们的管理条例呢 你复口在所在的哪里呢 就哪里的管 所以他们的头也很大 我说我很明白 我说我不要你们来管我 对吧 这是你们自己 你们共产党 你们党内的事情 对吧 你们政府的事情 对吧 你们在上海 你们对吧 你们约爱了别人 我说我肯定出来委屈 对吧 只有说我住在这个地方 你们管这东西 我不希望你们管 你们要管是你们的事情 所以在你的心里 你一直认为 您的父亲是个冤案 冤案对 绝对的冤案 现在就不是冤 现在谁是冤案 对吧 你现在这个国家和民族 心血满地 受定苦难 领导过来就把他批判 他是什么反革命 把我们整个家族 又害到这个程度 冤架出案 明明是知道 你不愿意做 这明明是不批评 冤架出案 邓小明上台以后 好像就是毛泽东过世以后 对的 平反过一次冤架出案 那是针对领导人是吧 这个是 针对他们党内的 哦 针对党内的冤架出案 对 因为他忙骗了整个世界 以为这叫 局外人们 自己没有轻松感受 哦 那你处理好了吗 冤架出案 他们不是都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邓小明说的吗 对吧 但是自己上 他是里面有区域的 他们是 针对他们自己党内的 这是一种啊 这是这是这是一个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运家出案的就是 这个他们就是说平反 还有一批国民党这批人 他里面也是有区别的 你说没有解决吧 有区别也解决了的 哪一批人 成绩和他们是有构对的 你知道吗 我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历史 我有一种意 就是说 我怎么 我就想到这个原因 我都奇怪 和我父亲一样 这是我们这是 建议级别的 他们为什么就能够解决 我不能解决什么原因 我找不到更 后来我就摸到了一个历史的根源 把这个他们把这个事情摸得清清楚楚 这个事情以后历史只要下去 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搬出来 和他们是有在很多 这个在他们所谓的内战的时候 由校官到将官 由上万人和他们是有构对的 我后来才知道 我父亲太了不起了 在这种大潮的恶劣的环境里面 他能够坚持的正理 能够没有和这种人同立合物 如果说你不知道 我觉得你真的贪婪生活的话 人家就这么这么聪明 人家就这么圆滑 生活就活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会这个样子 我现在才明白 坚持真理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们两代人付出这么大的恐难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这个人 非常很了不起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您刚刚说 您现在是这个 也是维维当中被监管了一个对象 对的 您的手机有监控吗 比如对你的微信 对你的公共账号 微博 还有什么东西的 有没有什么监管监控 可能肯定有的 我这个微信 现在已经是十号了 以前我还没统计 后来人家都不统计都不知道 那么后来我就开始 封掉一个号 永久封号 我就再换个号码 我就变个号码 对吧 你的微信已经封过十个了 十个都不止了 以前我们有变 这个还在我注意以后才变的 现在已经变到这个十 第十个微信来监视 他为什么封你的微信呢 就是你只要比如说 你写去什么过往平冷的 写去什么正式的东西 马上就把我就屏蔽掉了 那么他会警告你几次 比如说帮你封几天屏蔽 一个星期 比如说不止是半个月 那么如果再有几次发这些 他还帮你永久封 就封了 但你只能再重新再去买 那你又得换一个手机号 对对对 都换手机号 对 那您是发什么言论呢 是发在朋友圈呢 还是发在哪里 我就是微信那些写的 是发在朋友圈里面 这朋友圈 包括就是 直接发在微信里面 有时候我会写 微信发在群里面 还是发在朋友圈里面 发在群里面 群里面 对 群里面也被监控 也会监控 也会监控 也会封 你有微信公众号吗 有呀 我现在可能公众号都没有用 但是我的微信号和这个 公众号 公众号 它是一个对外的公开平台 您的朋友圈和你的群 它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小范围的 对啊 那个也有影响吗 它也要监控 也要监控 包括我这个已经是十号了 您说你封过十个号 您发出最激烈的言论是什么 我比勒斯 有一次是这个 台湾不是这个叫谁啊 那个 府市看的这个老板叫什么 很好叫 郭台铭 郭台铭嘛 他就是说这个 还不是这个竞争的国民党主席吗 我就写了一篇这个评论 对吧 我说他作为一个商人 对吧 他就参与的政治 他在中国大陆和中国有这么多年的交往 对吧 这么一个一个台湾 一朝 目前的一个台湾的体质在下 他也比较这个堕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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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 对吧 国民党 我说今天的国民党和两奖时代的国民党 完全是两码事情 对吧 我说如果是郭台铭这个人 对吧 他很多地方 他的言论和他这次竞争的他的这个 他说这个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 对吧 他已经摄取了名义 他根本不能代表 就是比如说大国 根本不能代表这个台湾的名义的 对吧 我说你一起来倒过来 我说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 我说你有资格去竞争这个台湾的总统吧 我就随便去评论协计 那就把我的话就放掉了 就急鸿掉了 就急鸿掉了 就永远就急鸿掉了 真的就重新再建议买好 重新再开好 我写了这两个手机是 一个手机是 只能就是说个人可以还有 你也不能建群 你要拉我钱也进不了群 相当于进了黑名单 这个黑名单 人家是控制的就是 他们对我这个卫星见过是特厉害 这个是张道云 这个就是张宁普的儿子 你看 这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不公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个人的问题 你可以对一个人不公 你可以对整个世界都不公 这是整个社会的腐败 对吧 我们不能仅仅以个人得事 那没关系 你看我又熬过来了 我想说现在有很多老板吃的 肚子现在大肚子一样的 不是他们身材没有这么健康了 我倒是练得很好 对吧 我倒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就是个人的生活都是怎么样 您怎么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他更是个千古罪人 他这一世没有做过一件好事 如果他有一定的良心和他的人的良知的话 就绝对不会把我们正在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他这个28年从1949年夺取政权到1970年 9月9号故事 他没有一天不是让中国人在他的政治运动里面 残酷的破坏中走过来的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受害者 如果我们是非常直击的 很多人因为他给他长期的移民政策 给他欺骗了 给他破坏了 也不知道 认知都已经变态变味了 认知不出来了 就是就奴才了变成奴才一样了 就愚昧的就是说 世费分不清楚 认知混乱 没有信念 真正前财 你怎么看待现在还有那么多人 拥护他支持他 说他好 有啊 这有一批既得利益者 当然就是在他这样的一种体制下 他们可以违背良心 里头别人的财富 当然跟着他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不是既得利益者 可能生活也不是很好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有 因为长期的移民政策 可以当他的认知能力 变成脑参一样 彻底改变 这个他的智商有关 他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的人 你把动物好了 你什么 你这个认为跟他的这个教育有关 是吧 教育他的智商 对 就是他的移民教育政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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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